第一個什麼叫做政策規劃前期 第二個叫做有效方法 第三個叫做社群 再來還有就是政策 然後還有一個建設性意見 還有雙向機制 每一個都很模糊 政策規劃前期可能是 我才來找社群做諮詢 可是對社群的人來說可能是 題目是什麼都還沒有決定的時候 我就想要來跟你參與 再來是有效方法 政府那邊傳統的方式就是辦專家座談會 然後或者是研討會 那這就是他們覺得的有效方法 或是看一下論文 或者是算一下最近哪個conference的 這個關鍵字頻率比較高 那社群 其實我們現在自己弄一個第一種叫社群 就是community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在社會 社會系那邊 他們那邊有一個東西叫community 叫社區 所以社區營造那邊算不算我們認知的conference 所以這個詞 在不同的族群裡面就會有不同的解讀方式 再來是政策 我們對政策的想像 都會是所謂執行的計畫 可是政策在政府裡面要分什麼綱要啊 然後還有什麼細則啊 然後還有分中央跟地方的權責不同 然後做事方式不同 再來到了計畫裡面以後 就是執行單位其實不是那些部位 而是委外的法人之類的東西 再來建設性意見 這個是最有趣的地方 我們在internet時代的時候 我們的所謂建設性意見 是不太會變動的 他說不是不太會變動 就是會常常變動的 然後通常是需要有你的左正義句到一起 就是你的結論到一起 那另外一邊就是政府那邊的建設性意見 我現在還沒有辦法跟大家講出 我發布我覺得他們覺得的建設性意見到一起 然後再來是雙向機制 就是所謂的溝通 對政府那邊來說 他可能覺得溝通就是 我有宣傳好我的政策是很好的 然後你應該要買單 這就是他覺得的溝通 然後實際上在過去我們會知道 民間的反應是 他現在對於這個溝通是不買單 他認為是你也要跟我進行做討論 那可是這就回到另外一個問題 每個人時間有限到底要花多少的時間來討論 然後人民總共台灣 假設大概有一千多萬人 你每個人都要討論 然後每個議題那麼多 到底要討論哪個議題 好所以這個是我們畫出自己的模型 也就是說這個在政府部門 或是說其他有參與政府政策規劃的流程 他們知道的東西是不一樣 所以我會覺得每個人 他所接受的諮詢會決定 他認知的事實是什麼 所以這邊的資訊大家回去 還是要自己在Cross Valid 我覺得這是網路時代 生存的人很習慣的事情 就是你不太相信 或者說你有很多資訊來源 但是在那個政府部門裡面 他們的傳統資訊來源就是 比較單一的 可能就是所謂的MIT 或是Hobo Review 或者是一些期刊 或是士大報 我自己是有聽到說 網路上的資訊 政策分析是基本上很看的 因為他覺得那是一個很廉價的資訊 那因為謾罵的聲音量比較大 所以網路上的資訊如果被 就是通常不會被納入閱讀的話 那在政策規劃的時候 根本就不會有網路上的意見 那數位時代的人其實現在很 就是我們不會跑去遊戲 可是我們會在網路上去發言 那這個比重漸漸的有點shift 就是你參與實體活動的時間變少 但是在網路上參與討論的時間變少 可是傳統的那個政策規劃 還是比較偏重於實體討論 像是公益會這樣 那再來就是過去的政策規劃 是不不留的 也就是說規劃單位跟執行單位不一樣 所以政策規劃有以後 他執行到底長怎麼樣 結果長怎麼樣也不一定知道 那我們在做軟體開發的時候 現在普遍採用都是 Iteration的模型 所以是穩動修正 那在現在行政院 他裡面也是有說 他政策想要穩動修正 可是這個想做跟怎麼做 跟能做是兩件事情 所以這邊有很多細節 我們這邊不講 但是有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那個審計法 還有就是專案管理 政府裡面的專案管理的那個方法學 跟現在的資訊的那個變化速度 是接不太起來的 所以這個鬼大部分要講的是 我們想要看有沒有其他那個 被協作科技政策的落差 那民間的數位工具使用的習慣還是比較多 然後在數位工具使用了以後 有一個三大問題 一個是時間跟資訊的碎片化 然後討論事實上 還有再來就是 你因為都在網路上 所以如果這些公民參與 或是政策規劃的資訊 不會透過網路做數位行銷的話 其實你是根本不知道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最或者是比較 政府這幾年 有比較意識到這些事情 雖然他們的想像 跟所謂他們的網民的想像 還是有點混亂的 他們還是覺得網路上的人 是有一個 有人在策劃那個討論 或者是組織那個討論 然後再來就是 時間跟資訊碎片化 還有數位工具這種很多 你看每個數位工具 都可以成為一個通訊的媒介 然後去變成一個 很大的群體 所以 那資訊在不同群體傳遞的時候 都是片段的 所以通常人民只會看到政策一部分的消息 通常是透過新聞 或者是一些朋友的一些法官之類的 那假新聞我們今天不會討論這個事情 所以在大家的數位工具 隨手可得的狀態下 習慣也不一樣 你的人就會被這些數位工具 切成一個一個的小群體 那資訊就還蠻傳遞跟聚焦 然後再來是不知道怎麼行動 就是說即便你找了一群人 我們對某個議題有一些共識 接下來你除了發揮跟遊行 其實普遍來說 我們對其他公民參與其實很陌生 那像審議民主 它會了那麼久 所以有很多 所謂的審議式的討論 或公民參與其實 或者是傳統 不是傳統 就是說空聽會 或是聽證會 或者是遊行 遊說 這種 這類的東西 我們網路上很普遍不知道怎麼操作 那所以解法是 你在解那個資訊傳遞的問題 我們是透過網路上的社群 來傳遞資訊 那就是說你在同文層裡面 去把一些議題先凝聚起來 然後這樣才有足夠的人去做impact 那公共政策 就是過去也有 也有 政府方有些想法 是讓網路的人 因為網路的人實在太散了 所以看怎麼樣 讓他可以先凝聚起來 變成一個 比較有代表性的組織 那政府們的原因就是 哪邊很多就會影響到學校的起伏 那就是民調 民調會影響到政策 所以 所以 這邊會提的就是網路上的 現在已經沒有辦法透過民調來做 做調查了 第一 因為原因就是剛才數位工具太多了 他不能覺得你做出來 他不一定可以觸及到 所有的網路上的東西 那過去 那個蔡依林也有提過 用V台灣來讓網路上有來參與修訪 可是其實這兩個效果都不太好 原因是因為 我們最後還是會回到自己 第三個數位工具像FPA 或者是NUN去討論 所以 呃 呃 就是 你如果不是先有一個 比較積極的人在同文層這裡 你這個同文層裡面的 對一個議題的看法 然後再由那個人當一個channel去做協調 才把意見帶到這些所謂的 跟政府接軌的體驗的話 是很難有 有就是對議題的共識 那那天我們在V台灣就是 討論大概有這幾個結論 就是有餘裕的空間跟 呃 時間 然後再來就是你要跟其他一件的關係 再來覺察是你不需要知道 欸這有相關的政策 那再來是你要跟 不同的生活圈背景的人 建立共同的議會 再來然後再去放回此 那所以我們的想法是 你一開始只是一個個人 看到一個議題 然後再來你不需要 呃 看有沒有辦法透過現有的這些 網路討論區或實力聚會 去慢慢的去凝聚出一個議題社群 那像PostCover這邊 就是很多個技術社群 本來就已經因為技術流進去來 已經聚起來了 那我們會想的是 議題應該也是類似的模型 就是透過一個議題 然後慢慢去聚集出來 那其實這個也是一個進行式 很多FP Group 都是因為議題跑出來 然後這群人 他就會聚集在一起 會那個議題 那行動的話 比較善 大家比較習慣的都是去 去乘抗 那公共政策就是平台 是一個某種程度的陳情 政府要回應 不過有些人會覺得 這個回應是沒有太大的效果 然後B台灣是另外一個東西 那 呃 我聽到的結論是 收藏的形象是最有的 所以你只要計算的形象 通常 如果你的意見是 他們本來最想要聽到的話 通常都會被承認 好 那這個模型就是 想要圈層化的傳播 跟圈層化的熟練 那實際案例是有登山的社群 去 呃 他們因為 破壞的事件 群聚的利害關係 就是 政府要管制登山 那有一群人 他們是不透過登山社群登山的 所以他們從 單純反對政策 到把議題離親出來 找到說 真正問題是什麼 我們在解 軟體issue的時候 就是問題 就是bug找到了 然後等於問題解決一半 那議題離親其實 其實是整個參與政策討論中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找到 什麼才叫做 要解決的問題 那所以他們從 這個過程去 討論解決法 那當中 那當中 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是因為網路 因為議題四天突發 然後才聚集在一起的 所以你有一個問題是 你到底誰才代表 那個 因為議題聚集的人 那就一提案是 在不成立的 聯合理下去的話 也就是說 那就是某種程度的投票 就是某些人在這裡 把他的意見的 那個代表權 都放在 那個提案人身上 所以那個提案人 就某種程度 代表 那個 提案 連覆議的人 那議題來時的 公眾落差 是從政務官員的角度 是 這個議題的重點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民眾 沒有辦法了解 我們規劃可能 五年或十年的 政策欄固 那網路上的意見 到底要從 我們從 Botten Up收斂 那從事務官 跟政策分析 是很角度 是 因為 媒體會產生 與歸為 如果造成政務官壓力 政務官就會去說 事務官跟政策分析 是你會 趕快去找出問題 還有給出解保 那 現有的網路儀器系統 是用議題的聲量大小 它不會有評審 也就是說這個議題 到底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那開放政府協作會議的時候 他們 就會花了五個小時 去找出一個議題 到底牽涉到哪些部位 然後 到底有哪些問題 還有相關政策到什麼 那過去有沒有解決的 可能 當然或是 那對於社群來說 那對於社群來說 就是說政府的資訊過失 就是說 你應該是要來雙項口頭 而不是只是想要來做個民調 事前 業號說 我想要問什麼問題 然後你等一下要投什麼東西 再來是說 開會沒有做功課 沒有效率 因為 這個 這邊都不講了 那 那個 沒有issue tracking system 是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 你討論完以後 他的會議都是沒有連貫的 所以你這次參加開會以後 你也不知道之後 你的意見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好 所以我們會想說 這個議題裡聽之前是民眾 或者是我們社群 就是也先把這個 相關政策跟問題跟解法 都先綁好 那為什麼我們要去做政策盤點呢 政府不能自己綁嗎 答案是 政府自己也不知道 到底自己有多少政策 跟多少情況 這個是蠻扯的 可是這就是現況 那 呃 現在 AU上排了以後 那個 他有貨一個GRP system 那個可以看到 過去解壓的幾個 可是看不到 現在正在run的計畫 那對於基礎社群來說 我們要參與的是 現在run的計畫 因為 我們可能會被搞到 或者是有問題 所以我們會想要發援 可是 你現在其實 不一定知道 到底成績 那對政府來說 你在報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跟他講 那到底是哪個計畫 他也不知道 你現在講的到底是什麼 東西 是哪個部位在做 或是哪個法律在做 所以這個gap 要先提侵出來以後 我們才有對話開始的空間 所以從社群來說 我們都是從新入媒體 或是視訊討論 去看到一個利益 可是對政府來說 它是高速分農的 所以它是用 主則單位來分 所以他 所以你常常 可能跟探索一樣 掛錯科 你就會得到錯誤的回答 所以這個也沒辦法 就是你要參與 政策規劃前 你要做的基礎工作 好 那所以對我們來說 我們都是看問題跟幾個版 可是對政府來說 他可能要回應的就是 你要有一站式的操縱搜尋權 或者是 你的數據跟研究報告 你要揭露 那這個過去政府 比較少做那個 你政策弱面本 跟成果數據的揭露 不過現在那個AI 相關政策 現在行政院有放一個 AI行動報告 那裡面就有列出 所有跟AI相關的政策 跟組織的部會 還有推動的組織 是蠻清楚的 好 那我們想要做一個 一題整理工具 可以讓大家可以 在這個地方做創接同學 那 一題整理工具就是 我們有一個工具 叫Sense體能PW 然後 可以去做整個debatch 那今天工作坊分兩個 第一個是 一題離奇就是我的點 所以 兩題離奇的地方 可以讓 可以就是歡迎 來我們這個地方 再來就是 剛才講到那個 名詞定義的問題 那個RAP 這個維基百科 他們會帶你 怎麼樣去把你的 那個相關 就是政策裡面 包含的相關 你去指示定義清楚 那因為 比如說在定政策的人 他不是職工背景 或是技術背景的話 他可能關鍵技術都搞不清楚 比如說像之前互聯網 AI什麼的 那個關鍵詞 換一換政策 你就繼續推動 但是還是同一個操作方式 所以 那個 維基下面會 會 就是帶 怎麼把相關領域的知識 提供清楚 然後 再來就是 你在做這件事情 你要去 盤那個厲害的關係 這個其實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社群裡面 有一個困難點 就是說 你社群 如果你自己有在亂社群 很簡單 我問你 你的社群到底有多大 然後 誰可以代表社群 比如說 GNV GNV的社群到底有多少 我不曉得 可是我 slate的channel 大概掛3000的 或是 Costcard到底有多少 現在包含有2000的 那可是整個 開源街道有多少 我也不曉得 可是 這個其實是有個轉換域 就是 open source project 他有一個百分之一的比例 如果我的 我的實際做事的人 如果有一個人 就代表背後代表有100人 那 網路上 就是其實是看參與成本來決定說 你先看他那個人 你看他的參與成本是高的 如果他很高 代表他背後其實有更多的人 那其實在那個 乘趟那個遊戲 那個轉換的方式 其實背後的思路是一樣 如果我網路上 不是 我如果有錢的時候 看到10萬人 在社會學裡面 他們是說 大概有4倍的人在背後 所以 4萬10萬人 就代表後面其實有40萬人 所以這個 這個 網路上的那個 轉換率是一個 未來在 推估你這個 你這個議題 後面到底 後面有多少人 在關心 是可以考慮的一件事 可是代表性 這是最困難的 是 誰對這個特定議題 才會出現代表性 比如說現在區塊鏈好了 以太坊的研究員的發話權 跟幣圈草壁的發話權 誰的意見比較有 比較被重視 可是對於政府來說 他可能就是 新聞媒體那個人 聲音比較紅 他可能就先找來問 所以 這樣他的意見 就會被優先納入 所以變成說 你如果低調的人 你就是上司了你的話語權 這個沒有辦法 你 你如果不自己出身 你就是被別人代表 這也是過去代役政治的模型 你不想要參與公眾使物 所以你就找個代役師 可是代役師到底在幹嘛 如果我們去把一些話語 他想幹嘛 好 那 今天議題 會去主要的目標是 一個議題到底有幾個立場 所以 我們想要用一個 debent的模型 就是我 我們可能找一個政策出來 然後我們就來說 這個政策現在有幾個問題 然後再來 你提說 你覺得你的解法是什麼 但別人如果覺得 你這個解法 或者是問題裡面 其實還有更小的問題 或根本不是問題 你就是可以把它拆開 那再來拆解知識 等一下 會講得比較清楚 那他的模型 就是 你的文獻到底要怎麼收集 然後分類要怎麼分 然後再來就是 你最後你要怎麼寫成一個論述 因為你如果只是 還念出問題到底是什麼 還是沒有用 你最後還是要在網路上寫尾 或者是去影響其他人 好 那我們今天的開場 大概到這邊結束 我們接下來 就是分兩組 一邊是在REP那邊 如果你對寫那個 REP那邊 如果對就是 定義條目 為什麼 為什麼要用違記的方式去寫 那些條目呢 是因為第一個危機 它有很大的媒體影響力 所以你在上面寫 你的那個理念 有很大的程度 是可以傳播出去的 那其實 你可以看到 有些人物的條目 就會有天急戰 那就是說 大家對這個 人物的側寫 會列出它的相關資訊 那有些人 可能會覺得 你亂寫 或者說 你 你 沒有 你少補了什麼東西 所以那個媒體戰 其實是你在 推動你議題的時候 是一個很重要的策略 那 那再來就是說 你在 判定一個議題的時候 你會夠判定你支持的立場 你要判定不同 不同人的立場 這樣子 別人在打槍你的時候 你才可以快速的 去防禦你的意見 好 今天 今天開場能夠到這邊 舒服 一些 讓我等一下就分了 我 可問一下 就是我們兩組 會 一場是一個小型 所以兩邊 如果你願意在 再帶兩個小型的話 兩邊都可以玩到 可以先選 你也開始 練的方式 就是 比如說現在我現在 很多的MAC 很多的 那 我們 以昨天 蠻多人 討論的 Public Money Public Code 所以 Public Money Public Code 這個議題 如果我只是講這個詞 沒有太多人會理解 所以這邊要拆解 它到底是屬於什麼樣的問題 那 我看一下 那個Public Money 他想要解的方 的問題是 它是公共採購軟體台語 可是特色是個解法 那背後的問題乘一 你必須要列出來 讓別人去看 因為可能有人覺得 你的問題就不是問題 所以 往上看的話 紅色的就是問題 所以上面的話可能就是 其實 這必須要往回推是 其實它想要解的是 沒有人使用的 公共採購軟體的程式 沒有辦法再利用的問題 或是說 公共採購常常買一些 重複開發的大量相似程式 然後再來就是 可能欠缺的應用性整合 那 所以我們透過 我們透過列出問題 去拆解說 其實現在政府 已經有相關的解法 或是其他相關的政策 那可能有人覺得說 這三個其實不是問題 它也不是開月這個解決 它反正是另外一個 專案管理問題 那所以 它就可以在另外一個 branch裡面去開說 這個問題其實是 所以它可能會覺得 這個東西是大量 就是說最原始的問題 大量公共採購軟體不會的使用 然後它可能覺得是 其實是專案管理 不適應當前的需求變化速度 所以可能是 需求變化要過快 軟體疊在周期 不夠 我不知道在那邊 大家看不看得到 因為我們沒有對那個projector 做最佳話 所以 這裡面就會有很多 更細的論點 那我們想要釐清的就是 你每個人覺得的問題 或是你覺得你的立場 或是覺得你的解法 然後你的組成約據到底是什麼 那這樣子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才可以快速回答 好 中文必 謝謝 謝謝 謝謝